晚上好朋友们,咱们又见面了 今天晚上呢,咱们讲几吓人的故事 这期故事呢,没有什么就是说来龙去脉啊,故事剧情啊,几乎什么都没有 就是直接出现吓人的画面 所以说呢,提前通知大家 那我马上就给大家开讲了 这个故事呢,是一个叫莎莎的小姐姐提供给咱们的 她是新疆这边的朋友 然后呢,她讲的故事呢,倒不发生在新疆 她说是,她小时候,在河南老家那段时间 听她一个特别特别要好的小学同学 亲口告诉她的 莎莎小学的时候啊,班里有个小同学 这小同学呢,也是女生,跟她关系不错 然后呢,这小孩咋,她认识她 她就觉得这小孩神本,不能叫神经啊 反正就是神叨叨的,和正常人不太相同 老说自己是什么什么白娘子啊,就乱七八糟的 总说这些东西 但是很小的时候呢,那会儿演的白娘子传奇 这倒也不为过 可是她呢,有时候有点过分 她老就研究各种驱鬼的手势 还给莎莎表演 说那意思看,只要你遇到鬼了 你就做这个动作什么的 或者是你那个做这种动作 反正各种给她天天传播这种东西 但是小孩嘛,就是搁一块儿玩 沙沙一直没有当正事 但结果到了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吧 相对长大了 有这么一天,无意中的 沙沙跟她一块儿回家 俩人在路上,沙沙就问她 那个,你为什么总说这些东西啊 你那个,以后长大你当大仙去吧 结果这小孩突然间的 特别严肃的跟沙沙小声说 哎,我从小就能看见鬼 你相信吗 沙沙当时一听有点害怕 她因为两个人其实没提过什么鬼之类的东西 讲的都是一些神乎其神的小孩说的东西 但是这么一听 沙沙当时有点不舒服 马上跟她说 哎,你别说了 你怎么天天有点,又这么吓人呢 你别老说这些东西 但是这个小女孩呢 好像上了瘾了 还继续给沙沙描述 然后再接下来呀 她还慢慢的给沙沙讲明的原因 就是告诉沙沙 她到底小时候遇到什么事 后来能看见鬼的 这小孩说的事发生在她特别小的时候 也就是四五岁 她说有一天晚上 大概十二点不到 她起床上厕所 结果上完厕所之后呢 她就听见他们家的后院 传来有人走到脚步的声音 然后她就跑到他们家客厅 对着后院的这么一个窗户 朝着窗户后边瞧 结果她往外边一瞧 瞧见一个女的 穿了一身 不能算是白色 但是是浅颜色的衣裳 在他们家邻居的后院院墙上边站着 当时她看见这一幕吓了一跳 那大半夜的院墙挺高的 上边站着个女的 你想想这是什么感觉 马上吓得她就把窗帘给刷 拉上了 但是小孩不懂事啊 那窗帘一拉她有动静 好像被那女的给听见了 结果那女的就站在邻居家的院墙上 奔跑速度特别快 啪啪啪啪啪 就朝着他们家院墙这边跑 然后正站对着院墙 站对在他们窗子面前看着她 由于她好奇心中 把窗帘拉上之后 蹲在床根底下 后边又再次翻开窗帘的边 朝着外边看 结果这一看呢 这女的正瞪着他们家窗子了 当时院墙距离窗子有个十米不到的距离 离着挺远的 再加上院墙上面高 她说她看不清楚这女的脸 到底是不是在看着她 反正是对着她的 但是就这么看了这女的几秒钟 结果这女的搜了一下 从院墙上跳下去呢 他们家院子的墙得两米多高啊 从上面跳下去 一般人怎么着 你得有点响动吧 但是这女的从上面跳下去 跳到院墙外 没动静 当时她以为这女的走了 可是也就跳下去两三秒吧 蹬的一下 这女的又跳到院墙上了 结果这女的开始连续的反复跳 从院墙正面跳到背面 从背面翻过正面 来回来去这么跳 而且她说 这女的每次跳起来 腿连弯都不打 直上直下的 把她给吓的 当时她就蹲在下边 就差拿嘴咬入嘴唇 把嘴唇咬破了 这样的画面 这女的的举动 持续了得两三分钟 围着他们家院墙 和邻居和他们家 相隔的这面院墙 来回来去蹦的 一边蹦的着 一开始没出声 但是蹦的了个两分钟左右 这女的嘴里边开始嘟囔东西 而且嘟囔出来的东西 她能听得懂 因为那女的好像一直在念叨 她邻居家小孩的名字 他们家的邻居比她大两岁 没妈妈 这女的念的这个名字 她一听 喊的就是他们家邻居那个孩子 就是平时她管人家叫哥哥 有时候老跟她玩 那么然后她一喊出名字来 她就更怕了 当时她就琢磨 这是不是要害我那个邻居家的哥哥家 但是她必定是个四岁多 五岁来的小孩 她不敢站起来离开窗子 等于夏江在那 不敢动了 但是外边那个女的一直在那 嘟嘟嘟嘟嘟嘟嘟 跳来跳去的 结果她实在蹦不住了 她说我可能得崩了 得有三四分钟 四五分钟吧 我才意识到我得跑 然后突然间就从床根底下 站起来了 把直接就跑到她爸妈那屋去了 那她这么一拍门一闹 她爸妈肯定醒了呀 出来之后问她怎么了 你大半夜怎么不睡觉吧 让她赶快回屋睡觉 可是她这会儿已经下姑了 特别激动的把自己看到的事 讲给她爸妈 当时她爸她妈不相信 觉得孩子说的胡说八道吗 这不是 然后呢很放松 没当回事 跟着她就奔 窗根底下看去了 结果到了窗根底下 她爸先是把灯给开开了 然后一撩开窗帘 我的妈又 马上把窗帘又给关上了 回首又让她妈赶快关灯 而且就在这个时候 她爸对着她妈说了句话 说 阿泽 媳妇 那个谁 旁边那小慧 小慧她妈在后边了 结果当时她跟她妈站在一块了 她妈绊抱着她 然后她爸一说是小慧 她妈 她妈两个眼睛都都都都直了 而且吓得那个手抓在她身上 抓得都特别紫 然后她也害怕 她就问 妈妈这是什么呀 这是鬼吗 然后她妈这会儿吓得说不出话来了 拉着她直接躲到她爸身后 结果她爸胆也是真的 又撩开个窗户往外边瞧 而且这会儿啊 那女的还在那儿留灯 但是不在他们家院墙上 回到邻居家院墙上去了 可是这时候 小孩她妈扛不住了 马上就拉着她爸 别看了 快走吧 你有病吧 快走快走 结果她爸还想看 但是架不住她妈急 拉着她爸 就回卧室了 这天晚上一家三口 吓得可能两点多 都没敢睡觉 反正好到老板老板才睡的 但是经过转过天来 她爸她妈商量 甚至这事还问了她爷爷奶奶 最终决定 还是得跟邻居家说一下 邻居家听完非常重视这件事 就是小灰她爸 好像按照小灰她爸说 感觉是孩子她妈不放心孩子 回来看孩子来了 但是为什么在他们家后院院墙上 来回来去跳 老想进来 但是又进不来 结果又得跳出去 结果这成了一个研究课题了 小灰她爸爸非常的愁 感觉是不是她妈妈回来看孩子 进不来这房子 然后还四处去打听去 把这事讲给了好多人 再后来 就是小灰她爸也不知道 打哪儿问来的 说他们家屋里边供的什么什么像 还有贴的什么什么花都得摘掉 她妈要看孩子 进不来 等于全是被这些东西镇着 结果她爸那是她自个儿媳妇的 她不怕呀 小灰她妈呀 就把这些所谓的镇物都给去掉了 可是这些镇物一去掉之后 也就是三天 她爸把这些东西挪走的 结果给咱讲故事 这小姑娘生病了 生病完了 小姑娘她们家不干呢 你赶快摆回去 别让她妈来了 把我们孩子吓坏了 但问题是人家这个邻居 也不同意呀 人家搅着妈妈回来看孩子 就不乐意再摆上这东西 可是这么一闹腾 足足闹了五六天 人家家不摆回去 两家打架 但是在打架的过程中 吵闹的过程中 咱们讲故事这个小孩 小姐姐 她可一直发着高声 据说后边得五六天左右 她才好了的 那家才同意把东西摆回来 因为当时压力太大了 他们村里边好多别的邻居 人家都不干 你这不招鬼吗 对不对 是这意思吗 可是后边虽说是给撤了 小女孩也好了 但是好了之后可就不行了 这小女孩时不时的 就能看见奇怪的东西 然后就是到小学了 小学的时候 她还给咱们家沙沙讲了 为什么我老给你讲这些首饰 这些首饰啊 什么的 辟邪什么的 全都是我做梦 梦里边一个老头教我的 这老头说我比较特殊 他看我挺可怜的 然后教会我 说我万一要再看见这些东西 就做这些首饰就行了 按照这个首饰做 就没有人敢招我了 刚才咱讲的这一大段 沙沙是放学回家的路上听的 听得全身出大汗 把她吓坏了 但是那会儿小 最多就是不再让她说这事了 以后也不跟这小孩提这事了 甚至打心里边有点害怕她这小闺蜜 可是等到高中 好久好久过后了 有这么一次 沙沙在一个女同学家里 两三个人看鬼片 看鬼片看的是林正英演的那个僵尸片 结果一开片 林正英扮演的是个老刀 然后他拿手哗哗哗做各种那种 驱魔的首饰 结果这个首饰 把沙沙给看惊了 沙沙当时捂着嘴 呀 这是真的 你们还记得 我以前跟你讲的 我那小学同学 他说他能看见鬼的那个吗 我的天哪 他做的这个首饰 跟这 跟这老头做的一样 晚上好朋友们 咱们又见面了 今天这期故事呢 是咱们家一个叫刘斌的 听友提供的 他呢 用原名提供的故事 他说这期故事呢 我妈 我们家人 都能听到 我呢 不怕 我就希望用我的原名 咱们看标题呢 其实就已经知道了 刘斌讲的故事啊 跟他妈妈有关系 刘斌的妈妈呀 现在好好的 事业 家庭 包括孩子 就是刘斌 都还挺不错的 可是刘斌说妈妈在小的时候 可是个特别特别可怜的人 当然那会儿我不认识我妈 但是据我妈说 自从认识我爸之后 她这才算是正式的 过上好日子 刘斌妈妈的事啊 得打妈妈五岁这年开始说 因为妈妈五岁之前 过得还是不错的 但是到了五岁这年 这噩梦就来了 五岁这年的一天晚上 刘斌的老爷 就是妈妈的爸爸 跟朋友约着出去弄鱼去 就是拿大网上河里边抄鱼 由于刘斌呢 妈妈家里挺穷的 吃饭呢 就是在那个年代啊 都是困难的事情 所以老爷呢 就特期办着有这种事 有朋友跟着他一块去抄鱼 这样能改善家里的伙食 结果这天呢 刘斌的妈妈记得特别清楚 最后一次见到老爷 是晚上大概六点多钟 和邻居家的一个叔叔 一块走的 老爷临走的时候 还嘱咐了一句妈妈 让妈妈别气姥姥 因为姥姥有病 病得很严重 在那个年代 就管这个病叫肾病 实际上 据妈妈现在说 姥姥得的那是尿毒症 结果老爷走之后 妈妈在家里边呢 就一直也不叫照顾姥姥吧 就陪着姥姥坐在家里待着 坐到了八点多钟 姥姥就说不舒服 躺床上睡觉去了 让妈妈呢 也跟着一块睡 可是妈妈睡不着 但是呢 又不能不听姥姥的话 就跟着姥姥上床上去了 但躺在床上也就没十分钟 姥姥就睡了 可是妈妈瞪着两个小眼睛 睡不着啊 结果从床上下来 就在屋子里边溜达 可是那会儿不懂事 小啊 现在长大了 妈妈回忆起来 据感觉 姥姥临睡觉之前的身体 就特别的虚弱 她一直在跟妈妈说 小云 别闹啊 妈妈没劲 妈妈身上没力气 但是那时候妈妈才五岁 都不知道什么叫没力气 所以就觉得姥姥应该是不舒服 的确妈妈听话 没闹腾 但是等姥姥睡着了 妈妈偷偷下了床 到外屋去玩去 也没有什么顾忌 没有说是时不时的 惦记点姥姥 小孩嘛 什么都不清楚 可是 妈妈自己在外屋 玩到九点多钟 因为妈妈还看了一下表 她记得还挺清楚 大概九点多钟的时候 妈妈就听见 他们家窗子外边 传来铃铛的声音 这一阵铃铛的声音啊 叮得铃铛的特别响 当时妈妈听起来 就像是马车的声音 而且这时候啊 还听见车轱铺 压在地面上的声 结果这声音一下子 就勾起了妈妈的好奇心 妈妈就拿了个小板凳过来 放在自家窗台上 然后站在小板凳上 从窗台往外边瞧 结果妈妈费了半天劲 爬到板凳上 朝着窗外边这么一看 只见楼下来了一匹挺大的马车 马车是个大板车 后边并没有什么大罩子 赶车的是个老头 白头发 穿着一身蓝色的衣裳 挺普通的 像是个工人的工作服 可是马车的后边 跟着一大堆人 起码得六七个七八个 而且这些人全都统一着装 一人穿了个大白袍子 并且这马车停在他们家的正门口 就堵在他们家的大门呢 当然了 他们这个院子不是住了他们家一户 好几户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这白头发老头老朝着他们家窗子 指指点点的 但不是朝着妈妈偷看的这个窗子 是朝着旁边的窗子 而且 下边这个白头发老头一直点 后边这些穿着白袍子的人 在后边手无足道的 当时妈妈看完啊 没嚼着害怕 因为小时候没有懂得 害怕是什么意思 但是就感觉不对劲 可结果 没隔了这么十几秒钟 这白头发老头从马车上下来了 下来完了拿手呢 就指着妈妈家里边 就跟后边的这帮人就说 这就是我闺女家 你们受累了啊 一会儿帮着办办东西什么的 这老头说话的声音特别清楚 略带一点回音 回音不大 虽然当时妈妈躲在窗子那儿 但是能听见他们楼下在说什么 可是这老头把话说完 只听见后边带来的那七八个人 就是穿着白袍子的那几个 张嘴跟老头说 而且这七八个人 每个人有每个人说话的节奏方式和语速 但是说出来的字没有一个 是能听懂的 这会儿妈妈就脚着不对了 这到底是干什么的呀 可是正在这儿琢磨当中了 忽然那七八个人又不说话了 结果排成两排 站在妈妈家的门口 开始跳舞 妈妈说跳的那个舞 她一辈子都忘不了 因为他们穿着白袍子 袖子很宽 在那甩他们的大袖子 呼啦呼啦的甩 结果甩了没有一会儿啊 也就是这么半分钟左右 突然打马车的后边 不知道是什么位置 冒出来两个人 这俩人一出现 妈妈扛不住了 因为这两个人长得是人的身子 牛的脑袋 起初一开始 妈妈看懵了 甚至吓得都出了声了 可是马上捂住自己的嘴 但这俩长着牛脑袋的人 特别的高大 比那个白头发老头得高出一倍 甚至还得高去 打马车后边冒出来之后啊 挺凶的 朝着那几个跳舞的人就走过来了 而且这俩人 其中有一个牛脑袋的 手里边拿着个大棍子 拿棍子 就开始扒了这几个跳舞的人 没有两下 这六七个跳舞的 就全都停下来散开了 就都跑到了 这白头发老头的马车后边 开马车的这白头发老头 一看那几个跳舞的给轰过来了 他马上就过去了 过去完之后呢 就给这两个牛脑袋的 突然间孤登 就跪倒在地上 并且使劲地磕头 不知道磕了多少个 结果磕了没有一会儿 这牛脑袋的其中一个个子 稍微矮点的 跟这白头发老头说话 妈妈说那声音特别的粗 跟驴脚似的 特别奇怪的声音 但是又有语言的节奏感 虽然妈妈听不懂 但那白头发老头显然 听得明白 结果 这个牛脑袋的跟老头说完话之后 老头马上又给这牛脑袋的作衣 做了半天的衣 然后从怀里边掏出来 一打子类似于钱的东西 当然了 妈妈说不确定是不是钱 就是上面印着花花绿绿的纸 就往这两个牛脑袋的手里边塞 结果这牛脑袋的一开始不要 拿手推开了几下 但是最后还是拿过来了 拿过完之后 他们还看了一眼 然后给了旁边那个子特别高的牛脑袋的 再然后这两个牛脑袋的就指指点点的跟这个白头发老头 还有那六七个跳舞的人 不知道说的是什么 还是继续发出来那乌鲁乌鲁的声音 结果说完之后 就朝着马车尾巴的位置走了 但走到马车尾巴的位置的时候 妈妈这回可眼就没有离开的 一直盯着这两个大高牛脑袋的 结果就这么看着他们 在马车屁股后边碰的一下 消失了 那这会儿妈妈就害怕了 吓得妈妈就从小板凳上赶快下来了 可是妈妈这一下来 脚踩在地上可能都还没两秒钟 就听见姥姥在屋里边发出怪叫的声音 这声音当时把妈妈吓坏了 吓得妈妈站在床边上哆嗦 不敢往姥姥的房间去 可结果 忽然妈妈感觉 窗子外边有动静 就是那白头发老头和那几个人 不知道又在干什么 那妈妈这会儿好奇 又扒着窗子 向下边眺望了这么一眼 结果一看 啊 姥姥出去了 姥姥跑到大门口去了 而且正在跪在地上 给这白头发老头磕头呢 一下子五岁大的妈妈崩溃了 哇的一声就哭了出来 而且哭得特别的响 声音特别的大 但是五岁大的孩子只会哭 他不知所措 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该追到楼下去 但是妈妈的哭声太大了 没有几下就把邻居招来了 邻居马上敲他们家的门 小云 怎么了 你妈不舒服了 怎么了 结果妈妈就在屋里边说 我妈走了 邻居们一直还在外边敲着门 但一听妈妈说 姥姥走了 邻居们不知道她说的是妈妈下楼了 认为姥姥是不是生病 出了事了 所以马上就继续拍门 让妈妈赶快开门 可这时候妈妈吓得站在原地 是一动都不敢动 就不敢伸手去把门打开 让邻居们进来 其实邻居们都挺关心他们家的 挺帮衬着他们家的 但就在这功夫 妈妈由于是站在床边上 结果忽然间又听见 下边传来了一个熟悉的声音 这声音是老爷 就是妈妈的爸爸回来了 马上妈妈有了主心骨 真又爬到小板地上往楼下看 可结果一看 老爷真回来了 但是也是跪在地上 给这白头发老头 在那磕头 可结果就在这个骨劲 妈妈只正看着不知所措了 突然妈妈说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正看着楼下你老爷了 忽然我就晕了 眼睛一黑 就摔下来了 结果在后边事 我就不清楚了 可赶到我醒来 你二老爷 三爷爷 大爷爷他们 全都来我家了 结果 我这才得知 昨天晚上 姥姥走了 而且 老爷也走了 老爷和人家去打鱼 给淹死在河里了 后边 我把我看到的这些 都跟你二爷他们说了 你二爷和二老爷他们说 那是我老爷 就是那个白头发的老头 是我老爷 因为我老爷下葬的时候 穿的就是一身蓝色的工作服 帮他下葬的 而且他们还劝我 让我别难过 说我爸爸妈妈 都让老爷带走了 可是从这开始 妈妈就成了孤儿了 一直是 跟着你的二爷 二老爷 三老爷 他们这么长大的 直到了认识你爸之后 我这才有了自个儿的家 才踏实下来 好了朋友们 这故事咱说完了 故事很完整 感谢朋友们的收听 朋友们 下期节目更加精彩 咱们 明晚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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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